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就是那个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车见车胞胎的江森老师 大家好 我就是负责问问题的小Q同学 上一集我们说到了五代十国第一明军柴蓉 而在五代十国 竟然有一位比他名气还要大一点 就是因为这个人的作品 是语文书上的必备片幕 而他就是李玉 李玉是个文学家 有很多作品的 要是在皇帝里面排名 李玉的排名绝对是靠后的 但要在文人里面排名 李玉绝对是榜上有名 李玉原本是没有机会登上皇位的 那没办法叫天降皇位 还有这好事情发生 李玉的国家就是五代十国里十国的南唐 是十国中版图最大的一个 李玉并不是出生在皇帝家庭 但他爷爷在李玉三个月大的时候 废掉了南无的皇帝 自己称帝建立了南唐政权 李玉的爷爷有五个儿子 李玉的爸爸是老大 而李玉的爸爸继位后 兄弟们不满意 所以就定下了叫兄中弟级 也就是李玉爸爸去世后 皇位传给弟弟而不是儿子 那肯定到不了李玉这儿了 同时就算传给儿子 也到不了李玉这儿 李玉是老六 有五个哥哥 那就更不可能传给李玉了 李玉有一个哥哥 叫李鸿义 这个人很有能力 曾经率兵攻打五岳 大破五岳 所以在南唐军队中很有威望 而李鸿义非常想自己当皇帝 但他爸爸都说传给自己弟弟了 那肯定是给叔叔 不可能给他了 可叔叔主动让出了太子的位置 知道这个李鸿义想要 但没想到 这个李鸿义竟然心狠手辣的下毒 杀害了自己的叔叔 而这个时候 李鸿义开始担心李玉会和他抢皇位 为什么担心李玉呢 而不是担心其他弟弟们呢 谁让李玉长了一张皇帝的脸 李玉是前额宽阔 脸上肉很多 牙齿重叠 还有一个眼睛有两个黑眼球 你这个怎么还是皇帝脸了 这长得挺怪的 这个叫帝王之相 他的这几个特征 都是原来皇帝才有的 而李鸿义就觉得 我要铲除掉所有能威胁我皇位的人 所以李玉从小就没有表现出 要来当皇帝的欲望 读读书 吊吊鱼 喝喝酒 唱唱歌 李鸿义也就放过了这个弟弟 那李玉是在掩盖自己对权力的欲望吗 其实李玉真的对皇位没什么追求 他觉得自己衣食无忧 生活挺美好的 一壶酒 一干身 世上如浓有几人 身边一壶美酒 手中一只鱼竿 世上这样快乐的人 李玉说了 有有几个呢 还真是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李玉是真的挺享受自己的自由和快乐的 但李鸿义突然去世了 于是李玉就成了太子 不是还有几个哥哥呢吗 另外几个也都去世了 并且 也就李玉二哥在历史上留下的名字 其他三个哥哥都不知道叫啥 还真是天降皇位 所以啊 李玉就当上皇帝了 突然间 从一个无忧无虑的文人 变成了执掌生杀大权的国家最高领导人 而这个时候 五代已经结束了 宋朝已经建立了 李玉当上皇帝第一件事 并不是什么改革呀 整顿军队 而是给宋朝写了封信 大概就是 第一 我当皇帝啦 告诉您一声 第二 从此以后 我会按时给您纳贡称臣 第三 您别消灭我 让我保持现状就挺好的 李玉还真的不适合当皇帝 公元971年 李玉给宋朝送去了一封国书 主动请求去除唐的国号 往下降一级 自称江南国主 就是我降级啦 我不是个国家 我就是个小地方 哎 你就别消灭我啦 所以后人也管李玉叫南唐后主 而不是南唐后帝 人家宋朝怎么可能让你最后存在呢 赵匡印登基不久 需要稳固自己的统治 对于这种面积不大 但实力还是很强的南唐 采用了缓兵之计 哎 先不大 但是宋朝一统天下 只是时间问题 赵匡印曾经说过 卧榻之策 岂容他人汗水 我怎么能容忍我旁边有人睡觉 意思就是 我旁边有你这个国家存在可能吗 公元974年 他最后一次下诏 催李玉入朝 李玉拒绝前往 赵匡印立即命令军队进攻南唐 李玉也决心背水一战 宣布不再臣服于宋 恢复南唐国号 打得过吗 但勇气值得表扬 公元975年 金灵城破 南唐灭亡 李玉投降 赵匡印封他为为命侯 这个称号怎么感觉 在说李玉不听话 从此之后 李玉就写下了很多表达哀愁 对南唐怀念的词 繁华富贵已经成为过眼云烟了 故国家也万不堪回首 帝王江山毁于一旦 这滋味真是剑不断 理还乱 是离仇 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有时候也只有在梦中 才能忘记自己的身份 仿佛回到了故国 就如李玉写的 梦里不知身是客 一赏贪荒 978年 李玉42岁的生日 宋太宗赵光义赐给李玉毒药 李玉去世 留下了最后一首 余美人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将春水向东流 真的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当皇帝 可是宋朝是怎么建立的呢 五代十国两个大明人 柴蓉和李玉我们都了解了 而接下来要进入宋朝了 赵匡英是通过什么手段夺得天下呢 我们下集见